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让人融入电影 享受电影 这个故事以诺维尔的准备跳楼为起点 采用了倒序的方式来拍摄影片 可以勾起观众的好奇心 纷纷洋洋的大雪更是构建了温馨的环境 如同童话般的梦境 定下了全影的基调 绝不是自杀悬案哦 钟表在影片中多次出现 从诺维尔准备自杀 指针竹箱走向十二时 到赫德萨克的怀表指针走向十二时 赫德萨克跳下楼 十二时不仅是除夕夜的御师 更是命运的御师 仿佛到了这个时间 固定的人就该去做固定的事情 诺维尔跳了自杀时 瞬间停在空中 也是时间作祟 天使赫德萨克停住了时间 让一切都静止下来 不仅如此 在齿轮上打架的摩西 和他邪恶的对手阿洛伊休斯 仿佛就像操控时间的对立方 而时间则是故事发展的标志 更是一个人命运的定格 给人一种时间在操控着世界的感觉 影片用夸张的手法来娱乐众生 赫德萨克在桌子上奔跑 跳下大楼时 每个人夸张定格的表情 让整个场面滑稽不已 一种俯拍的手法 让观众感觉像是自己在跳楼一样 增加了整部影片的真实性 同时影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 同时拍摄赫德萨克的跳楼过程 和诺维尔的走动 让电影的整条线显得清晰明亮 也在向我们说明 诺维尔和赫德萨克 将会有紧密的关系产生 诺维尔在去找马斯波格 宣传自己的新设计时 诺维尔的话搭着弹珠的声音 带来一种节奏加快的感觉 不会觉得太过无聊 马斯波格的一句闭嘴 不仅让诺维尔闭上了嘴巴 而且让弹珠都赋予了生命 瞬间停了下来 这一场景不仅增添了几分滑稽感 还可以引回观众的注意力 整个影片用逗趣的方式 讲述了商业战争 让人可以用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 观看电影 诺维尔从成为总裁 收获好评 再到一落千丈 其实也与高位带来的虚荣感分不开 得到失去再得到 如同一场戏 警示着人们的行为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略影时光